2014年8月5日深夜11点21分 微博一名叫匪夷猫将的网友 发来一条恐怖的求助微博 他在上海地铁四号线某站 工作人员告诉他已经没有摸摆车了 他正在发愁今晚怎么回家之时 在站台睡着了 醒来之后发现居然又有一辆车 他上车了 可上车之后他发现车上空无一人 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赶快发微博求救 这条信息发出之后 博主就消失了 杳无音讯 此时立刻获得了上万条转发 他的遭遇让许多人想起了日本的如月车站 难道他真的是醒来后 登上了一辆根本不存在的车 难道他真的去往了阴间 难道那条微博将是他留给人间的最后音讯 此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最后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 地铁部门表示 他这纯属胡说八道 最后微博发出的时间是23点21分 四号线上至少有七个车站的末班车 并未结束运营 这根本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就是自己吓唬自己 后来这名网友也顺利回到家中 没有侮辱阴间 不是你睡懵逼了 没弄明白咋回事 你瞎发什么微博 那没事 台北某地铁站内有网友拍到一张 离奇恐怖的照片 一个目光呆滞表情阴森的儿童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哎那边并没有站台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童的脸出现 有个人说 是某个不小心跌入铁轨丧命的儿童 他的鬼魂在地铁站内徘徊被人拍到了 最后经过记者专家调查得出结论 这是一个公益广告牌 讲的是关爱儿童 号召大家给儿童捐出一把爱心雨伞 不是你整个爱心广告表情干嘛 吓人倒怪的 那没事了 北京地铁同样有人拍到行驶的列车车窗外 有一个面色苍白 表情猙獰的儿童在扒车窗 有网友说 这是某个孩子的鬼魂附着在车厢上 要请高人做法才能画起 最后经过细心网友考证 终于调查得出结论 原来和台北那个一样 是电子屏幕的广告 那没事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 走出科学 我是邓肯 他是瑞瑞 今天闲来无事 和大家聊聊地铁相关的都市传说 如前面刚才咱们看到这三个搞笑案例 确实像坟地 荒山 隧道 包括地铁这样比较幽暗的地点 就特别容易出现灵异传说 世界上所有流传闹鬼的地方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说建造的时候 出意外 死过人 北京地铁也不能免苏 古往今来地球上死了无数的人 相传 六十年代北京地铁开挖时 挖到很多尸骨 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 因为惊扰了这些孤魂野鬼 所以工程进展很不顺利 因此有关部门请来得到高僧 经过一番做法 并且通过高僧和亡魂们沟通 答应二十三点以后 必须关闭地铁 然后让列车空跑一个往返 把白天那些被惊扰的灵魂 安送回原地休息 而相关部门负责人同意了 说也奇怪 从这以后 工程进行的就非常顺利 所以直到现在 北京所有地铁关闭的时间 都从没晚于二十三点 好 这里咱们先停一下 上面这个说法 大家随便一查 有关于北京地铁灵异的故事 都是这套说辞 尤其是在那些短视频平台上 然而咱们大家对这三个点逐一分析一下 第一 首先 北京地铁二十三点以后 不运营这个传说 可以直接pass 大家上网随便一查 就可以知道 现在许多线路的末班车 都运营到了零点 根本不存在什么 白天给活人用 晚上是死人地盘这种事 第二点 每晚末班车之后 地铁都会空跑一圈 用来运送亡魂 首先 许多网友探秘过 地铁末班车结束之后 确实还会有车在跑 但是你非说这是运送亡魂 是不是有点扯 其实 许多地铁内部人员都解释过 载客的末班车结束运营后 还会有车跑 无非是把车送回库房 或者运送内部工作人员下班回家等等 你不能说 要求人家拉完你之后 车就扔了 不要了 让工作人员自己走路回家 第三点 说到施工时遇到怪异现象 请高僧做法 拜托 这么低级的谣言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信 北京地铁是1965年开工的 1969年一号线正式运营 咱们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那几年是什么时候 我又仔细找了当年地铁建设开通时的画面 里面的人都是带着红袖标 拿着红宝书的 你说那个年代 这种国家级的大工程 搞封建迷信 请高僧来做法 骗三岁小孩呢 还鬼魂作祟 什么鬼魂都给你养了 所以有时候破除封建迷信 不需要数理化 学好历史就够了 相传1996年8月14号晚 一名叫华子的男子 从蔡氏口的家里出来 赶往轩武门地铁 那时已经很晚了 一路小跑的他心急如焚 怕赶不及最后的一号线的一班地铁 他的目的地是苹果园 华子赶到复兴门时 已经临近23点了 他终于赶上了末班车 坐在末尾的一节车厢里 嘴里喘着粗气 列车一站站的前行 车厢里出了他还有几个人 华子瞥了一眼 一个个看上去都灰头土脸 衣衫蓝绿 他心想哪来的叫花子 过一会儿车厢里传来爆战的语音 列车运行前方八宝山 列车离开玉泉路 开往下一站八宝山 进入隧道没多久 相邻几节车厢的灯光突然就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 华子看了看 没当回事 过一会儿列车开始减速进站 他向外看 外面站台的灯光昏暗好像是停电了 大厅里也只开了一些应急灯 并且灯的颜色是红色的 四下昏暗 墙壁有些残破 好像是翻修中的样子 华子继续闭目养神 毕竟自己的目的地是终点苹果园 这时他隐约听见对面的几个人说道 我们到了 各位就在这里分开吧 对面几个人下车之后相互道别 之后车门关闭的声音 接着是列车启动的声音 过一会儿 车厢的灯亮起来 恢复了照明 华子睁开眼看 紧接着听到语音传来的爆战声 八宝山站就要到了 华子心里咯噔一下 八宝山 错了 我们通过地图可以得知 玉泉路的下一站是八宝山 现在才到八宝山 那刚才中间停的那个车站是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事 这时列车缓缓建了站台停稳 华子透过窗口看到 这里现在确实是八宝山站 随后万幸一切正常 坠坠不安的华子总算回到了家中 后来的很多年 华子想起当晚那个诡异的车站 和那些怪异的乞丐都会寒毛倒数 有朋友听说后安慰他说 当初建设一号线时候考虑到国防 有几个站点虽然建设了 但是至今没有开放 你可能那晚车正好停在那几个废弃车站了 听了这话 华子稍感欣慰 可后来的某一年 华子无意间得知 北京地铁一号线西边三个未使用的车站 福寿岭 高井 黑石头 全都在终点站苹果园以西 那晚发生怪异现象的玉泉路和八宝山之间 根本不存在废弃车站 所以那晚他经历了什么 想到这儿 华子时隔多年再次即被罚令 这里再说句题外话 北京地铁一号线西边未开启的车站 一直都是许多探险爱好者的打卡胜利 而且这里确实有很多传说 以福寿岭站为例 它并不是不运营 而是不对外开放 只会接送一些地铁内部人员和学生 今年7月有新闻说 福寿岭站即将投入实用 我也非常期待 到时候去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神奇地标是什么样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号线西段之外 北京地铁给人最多神秘感的地方 就是雍和宫站 相传 又是相传 夜班人员曾经在雍和宫站的夜晚铁轨处 捡到一双非常精致的清朝绣花鞋 后来还有人在夜晚目睹清朝装扮的人 在地铁里游荡 网上还有所谓的知情者说 雍和宫站男员宫少女员宫多 因为这里男员宫都短命 这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希望评论区有如果有业内人士给我们讲讲 某天晚上11点 一个北漂姑娘还没回家 男朋友急了 打电话也不通 快12点了 姑娘终于打来电话 声音哆哆嗦嗦颤尘微微 叫男朋友下楼接一下 不知发生了什么 她吓得腿都软了 走不动路 回家之后缓了很久 她终于说出了今晚的恐怖遭遇 她6点多钟上了地铁 到了复兴门站 准备下来换2号线 结果走来走去 发现找不到2号线的门了 于是她认为是不是地铁在装修 决定去建国门站再换2号线 结果神奇的是地铁在建国门站 压根没停 直接就过去了 按说地铁过站不停这种事也有 但会提前通知 可女孩完全没有听到任何通知 于是她十分生气 决定下一站下地铁坐公交回家 她走出地铁站来到地面 上了回家方向的公交车 车上的人很少 可是每个人都很奇怪 坐得比直 想象一下在公交车上 一堆老百姓坐得像军人一样 非常奇怪 不久 车子在一个站前停下 上来一个男的 车上有很多座位 可那人静止走到姑娘面前说 你干嘛坐我的位子 姑娘彻底吓傻了 立马冲下车 结果发现身处荒郊野外 这里连一个公交站牌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站在路边哭了半天 非常无助 后来很奇怪 不知哪里 突然路边冒出了一个 在北京消失了很久的 黄色出租车 司机愿意载她回家 她估计是真吓坏了 完全没多想就上车了 还好这车没什么事 把她送到了家楼下就走了 她讲完这个遭遇 还问男朋友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她说在复兴门换城的时候 给你打过两次电话 但都没人接 男朋友拿出手机 完全没有来电的显示记录 故事讲完了 节目的最后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我好朋友在北京地铁 遭遇的真实事件 我的一个好哥们姓苏 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他非常疲惫 上了二号线 二号线是环线 做过的都知道 车到西之门的时候 他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 一觉醒来 发现还是西之门站 给他吓得一机灵 以为时空错乱 误入了什么平行世界 最后看了看表 一定是人才发现 自己睡得太死 车子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西之门 那没事了 谢谢大家 我是邓肯 北京地铁的灵异事件 讲完了 咱们下期见 不见你 再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融洞 咱们下期见 态宋 吴咱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